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木木学姐 好久不见 今天是比较特别的一期 主要是来给小伙伴们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 因为木木这个频道终于达到了10万的订阅了 在这里非常感谢小伙伴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无论是你们的批评与鼓励 还是对影片的讨论和看法 评论区里每一条评论我都会看的 只是没有办法一一回复 其实这个影片应该在新年时候发的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所以导致现在才发 一周死烂 在这里我一共准备了三份礼物要送给小伙伴们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就马上进入我们的开箱环节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鬼灭里萌萌的迷豆子啦 这个迷豆子是班代出品的 细节做工什么的都不错 而且还是一个缩小版的迷豆子 他的头发这边还稍微可以动一下 而且这个他还附了一个这个底座 可以把迷豆子这样装上去 这样就装好了啦 在蜘蛛山的时候 缩小后的迷豆子还被香奈胡锯杀过 不过咬着竹筒的迷豆子实在是太可爱了 虽然缩小后的迷豆子变成了小短腿 下一个是两个竞技巨人的徽章 大姐拿反了 下一个就是两个竞技巨人的徽章 一个是调查兵团自由之意的徽章 然后另一个就是雅妮所在的献兵团的徽章 这两个徽章都是金属材质的 戴在身上是不是就可以和艾连一起踏踏开了 接下来是咒术回战五条物的Q版警品 是一个Q版的五条物老师 趴在这个蓝色的响方块上面 然后这里还印尽五条物无量空出的手势 虽然五条老师很少出现在我的频道里 但是还是想把这个Q版的五条物送给大家 要是小伙伴们喜欢的话 以后也会更新更多有关咒术的影片 让五条老师多多营业哦 最后要给大家开箱的 就是这个十万订阅的牌子啦 然后这边还写着我的频道的名字 木木学姐 当然还是要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 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木木 所以我将会从留言中抽取三位幸运的小伙伴 送出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在评论区里留言你最喜欢以上的哪一个 我将会选出三个最有趣的评论 把这些都送给你们 当然还有别忘了订阅木木哦 被选中的小伙伴 会在三月份的时候在社区里公布名单 要是小伙伴们还有什么疑问和建议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给我评论留言哦 我也会考虑做一期Q&A特辑的 最后的最后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 新的一年 也希望能继续为大家带来开心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